Hello, 歡迎收看第二集, 繼續錄三角 今天我們開始新一輯的影片, 講一些防守的片段 一些比較搞笑的攻擊 主要守成的就是看我自己的守成 看看軍團戰和群同的守成 現在播放已經是一個軍團戰打我的人 他有隻覺醒呂布, 覺醒諸葛亮, 微雕蟬和上香 呂布已經走開了, 但沒有開記 他一放下, 我以為他會開記, 就炸死我四個武將 然後我就會有16隻方士走出去, 但他沒有這樣做 他就橫開了, 諸葛亮, 微雕蟬和上香就走開 他的上香就很遲才開記 開了記不久, 已經被掌救殺了 諸葛亮先走, 被利用塔燒死, 微雕蟬也很快燒死 他回到一隻呂布, 他現在達到21% 呂布繼續在旁邊走, 他有幾隻青狼絲 但他依然好像還沒有開記 我想他還沒有開記 其實現在也不用看了, 他也不會打贏 何況他已經差不多了 但我看看他臨死前會不會開記 因為他還是沒有開記 可能他是不是一早開記, 還是死了那刻還沒有開記 現在看看第二個, 這個應該是群雄 我看見他有隻覺醒, 周瑜覺醒張國 有隻黃中紅國家 比較奇怪, 他那群青狼絲, 我想他放錯位 因為他放在公兵旁邊 我援軍有些重騎兵, 簡直有點荒謬 你看見他分開了, 張國自己一個人走上上面 黃中還在打牆 他的姜維也是在打牆, 但已經被利用塔燒死了 應該很快會死 我的重騎兵就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力 他那群重騎兵, 我想他拿太多重騎兵 在上面全部被脂肪士塔, 就快要打死了 他的覺醒周瑜也死了 基本上他這場應該都打不完 我兩支蓮玉塔已經燒死了兩個武將 我的武將已經衝出去, 打了34% 應該是群雄 到最後這個了 應該都是群雄 虎賓, 刀頓兵, 弓兵, 弓兵, 覺醒張飛, 覺醒張國 應該是華拓和郭家 他的張飛也很快衝過去 被利用塔燒死了 看看他其他東西 華拓現在才開技 在亂戰當中, 武將打武將 因為我的武將死了, 全線上來死了, 他生了4個方士 而他的虎賓已經向右上角走 其實我什麼都看不到, 但他應該都死了 我連我的援軍都還沒有清醒到 還有很多重劇兵慢慢走過去 他的虎賓 補兵還有幾秒 其實他都不熬得很久 他的虎賓不知做什麼事, 突然躺了兩步 便完成了 這部影片都不想說我的手成很厲害 因為我的手成就一點都不厲害 我主要在這部影片中 都是幫助一些搞笑的攻擊組合 或者他們的失誤 因為我的成就很差 群同都是給人三期 搶錢都會打我三期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防守片的想法 希望大家在這部影片中得到一口笑 不如這部影片就叫做防禦成功了 下一集的防禦成功了再見, 拜拜